为什么新兵入伍一定要注销户口 如果不注销又会怎么样 大家好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新兵户籍注销 根据我国兵役的相关规定 以及我国户口登记条例 被印证入伍的新兵应该在入役之前 前往户籍所在地的登记机关办理清除手续 并且注销掉户籍 当然办理过程并不一定需要本人前往 可以是由户主代办 但是一定要有注销户籍的程序 因为一旦印证入伍 无论是士兵还是军官都将统一拥有军籍 如果不注销原户籍所在地的户籍 将会在同一时间出现两个户籍身份的问题 同样的军人在服役期结束之后 无论是士兵士官的副员还是军官的转正 都在退出现役之后再回到原户籍所在地 或者相应安置地的地方户籍管理机关 重新恢复居民户籍 这样来回的注销和恢复 虽然说是为了方便管理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太理解 特别是目前只服役两年的义务兵 短期内就要来回办理相关手续 就会显得稍微有点麻烦 毕竟军队为了方便管理可以统一设置军籍 但不一定非要取消原本的户籍 理论上任何一个服役的军人 在原本的户籍之上再多加一个军籍 也同样可以方便管理 并且还避免了来回办理的麻烦 但事实上军籍和户籍转换 并不只是一个重新简单进行编号的问题 国家根据户籍或军籍对人口的管理 背后涉及的是整个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 特别是在进化经济时代 国家所有的基础生活物资都是按照人头进行分配的 最典型的就是购买粮油米面 物品甚至副食品等都需要品票购买 而保证每个人能够通过国家计划 领到相应票债的保障就是户籍制度 简单的说就是每个人的粮油关系都是跟着户口走的 因此如果一个人当了兵 那么这种供给关系就相应的迁移到了部队 而部队所有的开销则是走的军费开支 既然军费多了一份开支 那么地方就自然要相应的少一份支出 这就是计划经济供给制条件下 当兵就要注销户口的原因 如果不注销 以新中国之后巅峰时期超过600万兵力来看 国家在计划时代就将多出来巨量的双份物资供给 也可能会引发不分贸累甚至贪污行为 如今虽然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时代 但是新兵入伍注销户期依然具有众多重要作用 新兵入伍就注销户期究竟有何重要作用 原来国家想的这么周到 新兵注销原户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方便管理 当然方便管理并非专指军队内部的管理 还涉及到军队和地方之间的管理衔接问题 如果不注销原户期就意味着已经入伍的现役军人 依然可以使用原来的身份 这样在一些离开军营的外出场合就很容易产生混乱 一旦出现问题 地方的行政司法就很有可能会和军队的纠缠管理产生交叉 不过目前注销户期的情况下 军人在军营内外都只能使用统一的军级身份 无论是兵证还是军官证都能第一时间证明军人身份 并理清管理权限 毕竟地方的行政司法等权力机关是无法直接管辖现役军人的 所有现役军人的问题必须交还给军队处理 同时取消户籍拥有军级的方式 能够让来自五湖四海又同时经常调动住房的军人 不必因为户籍问题带来的各种事物而分心 比如办理相应的社会保险等 就需要两头跑 回到户籍所在地板里 而军人又不可能因为这些琐事随意外出 因此军人现役期间的所有社会保障以及资源分配 全部跟着军级相应的进行享受 只要是相应的级别就适用相应的待遇 更不用担心会因为原户籍各个地方经济条件不同 而产生不同待遇的问题 即便是退伍转业之后 根据之前注销户籍的情况 地方也能够更快的明确军人退役的身份 当然现役军人注销户籍也存在一个隐藏的重要信息 那就是能够实现更好的保密需要 军人的身份信息本身就是国家机密 哪怕是不参与多么机密任务的军人 其信息也要警方泄露 只有注销了地方户籍才能更好地避免 大量军人的信息被泄露 而对于那些参与重要任务 甚至执行过特殊秘密任务的军人 其家属更需要依靠这样的方式进行保护 如果军人保留地方户籍 就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关系更容易被获知 如果被敌对势力利用 则有可能会对相应的军人家属造成严重威胁 除此之外 注销户籍更像是一个标志 标志的新兵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现役身份 也能够更快地让其适应自我身份的转变